網友在臉書上發文寫下 我非常渴望有女朋友 地下PO出兩張照片 是一名男子站在路邊 垫起腳尖 對著一名候選人的看板親吻 畫面被PO到網路上 立刻引發話題 許多網友在底下留言 有人說是垫起腳尖愛 也有人說愛要勇敢 愛要及時 這沒關係啊 我們就用在意 而且他沒有攻擊性啊 民眾看法兩極 而候選人本人又是怎麼看呢 當他知道的時候是滿驚訝 然後也很感謝啊 感謝這位先生對我的愛戴 還有他對我深深的熱情 那不過我也很感謝他 就是他沒有把我在街上 這塊看板拆走 然後他還是在街上 可以跟大家共享 雲林縣舞黨籍議員候選人 陳芳瑩對自己的看板被親吻 他輕鬆看待 表示感謝支持 不過他也說他的看板 常常都會不見 且不見的數量高達幾百個 如今選舉剩下不到十天 他希望大家在十一月二十六號前 不要再把看板拆走 發揮新聞臨家 也謝謝人中 吳建宏雲林報道